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救物品的再利用一直是我们所提倡的环保理念之一 在家居生活当中如何把被救物品用得好 用得巧 我想这也是需要花一番心思的 接下来的这位设计师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是如何把被救物品变废为宝 让他们焕发出第二次生命的 一号上榜作品 黄瑞的低碳生活 上榜旅游 旧物利用 变废为宝 设计师黄瑞 艺术家 一向施力于艺术家在社会中的责任 及创造先锋流派的品质 这就是位于北京近郊的当代艺术家黄瑞的家 这座将近两千平米的院落 是黄瑞用十几万块拆迁工地废弃的旧砖建成的 虽然房子很新 但是里面的很多东西都是老旧物品的二次利用 我们先从厨房的这张桌子说起 这张大餐桌是旧物利用的结果 把各种废弃的木料 办公桌 门板等进行加工 就变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餐桌 老物界也有了第二次生命 把我们的自己的城市和自己的空间 变成一种可持续利用的遗产 用老式的办公抽屉做成的酒驾随意而有历史感 古朴的艺术品和砂锅茶壶相应程序 而对物质的二次利用让这个厨房充满了思想 再看脚下的地板 他们也是从工厂和老房子里挑下的旧木板 旧家具等废料重新加工而成的 地板上的每一块木头都不一样 每块木头都有自己的故事 拼接起来很温暖 有一种情绪在里面仿佛会说话一样 这种垃圾都送到垃圾厂 都是非常廉价的价钱 后来我就把这些木头买下来了 我觉得这个正是我们经常说的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利用 这个经济概念的最基本的精神价值 在黄瑞家中随处都能见到 像艺术品一样 利用老旧物品进行的陈设搭配 比如这个乒乓球牌和锣鼓的组合 把黄瑞的奇思妙象 天马行空地表现出来 因为拼和啪是声音的字眼 那么我就是把这个声音 放在乒乓球的运动当中 这个作品呢 其实不是为了你打乒乓球 是为了你一种得到新鲜的感受 就是打乒乓球的时候 它有另外一个体验 关于声音 只有做不到 没有想不到 乒乓和锣鼓两种不同的声音 就这样 随着黄瑞的思绪 跳跃在一张球台上 巧妙地被融合在一起 走进黄瑞家的会客厅 我们发现 所有的家具 没有一件是新的 桌上的笔架 投印等文具 都是黄瑞在转摊时 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回来的 但是散发出来的文化气息 纯香浓厚 用起来仿佛是在和过去的岁月对话 这些东西呢 每一个都很可爱 它的造型很可爱 放在那里头 它如果我抬起头 看它们的时候 比如说这些小板架 来给放笔 这么说 屏风实际上是以前工厂中 灌衣服的衣架 倒放的箱子 实际上发挥的是茶几的功能 你看电视柜 其实也是箱子侧放而成的 怎么样 老物件在黄瑞手里 不仅轻而易举地 焕发出第二次生命 而且光荣地 被赋予了新的使命 卧室里最值钱的家具 就是这五族朴实的衣柜 它们全部是以前北京七九八空厂里 工人们放衣服的旧箱子 而没有经过任何处理裸露的顶棚 既省钱又怀旧 时空仿佛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这房顶没有吊顶 只要保留它一种水泥灌雕以后的原生态 这样它有一个色感 它有一个材料的质感 能够和其他的那些砖和一些老的木头配合起来 这样它更有一种互相之间 有一个共同对话的这么一种气场 街道生产组的调步秀女工 故宫游客 四合院 街景等作品 是黄瑞先生自己的画作 它以抽象的笔法 表现了时代和城市的变迁 这就是当代先锋艺术家 黄瑞选择的生活方式 黄老师的作品 我很欣赏 因为我觉得从他的空间里面 完全体现到这个生活艺术的点点滴滴 任何一个东西 他都记载着历史的故事 而且就说很环保 他力图把这个设计做到无设计 就是没有设计的痕迹 然后做到把生活作品画 把作品生活画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玩的这么一个缝隙 在这个作品和非作品之间 它变得非常自由 示范和榜样的作用就是 对 可以 有的时候我们可以 不用特别严肃的 不用特别城市化的 来规划你的生活 榜样启示 家里的废旧物品和电器 都可以自己进行有创意的二次利用 既增加了生活情趣 也可以体验过程中的快乐 最重要的是 可以享受自己的成就感 提到地下室 很多人会把它和阴暗 潮湿不通风联系在一起 其实对于地下室来说 只要我们花一些心思 它也可以做得到 给点阳光就灿烂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第二个上榜作品 二套作品 环保地下室 上榜理由 用阳光空气 打造环保地下室 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空间 设计师高明宁 德籍华人 文化项目策划人 爱好家居设计 我是一个喜欢空间自由的人 我喜欢用了这个新的环境 打造一个新的自由空间 这套上榜作品 在空间功能布局和开拓上 有非常特别之处 尤其是主人 把原本黑暗的地下室 引进阳光和自然的做法 既巧妙又非常的环保 那么它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先来说说房子的原始结构 由于地处一楼 在主卧外面的小阳台 直接连通小花园 主人把阳台做成阳光休闲区的同时 把小花园的地面 也全部改成了能通透阳光的玻璃地面 你注意看它室外小花园 不是铺的木头或者是石头 把它封死了 而是采用的这样的玻璃顶 感觉像踩在水面上一样 另外一个好处 它就把地下室的这部分 变成了一个阳光房了 是它的小女儿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房间 你妈妈告诉我 你特别喜欢这里 为什么 我喜欢另外一个小花园 所以你知道 你这个房间 如果说不告诉别人 这是地下室的话 真的看不出来 充满了阳光 而且和自然这么贴近 不知大家注意到 玻璃顶上悬挂的三块布了吗 其实它们都是家里 没有用的旧窗帘和旧床单 用在这里有效缓和了室内温度 岂不很环保 另外不难发现在花园的一角 留下了大约一米宽的位置 没有做成玻璃屋顶 而是隐隐绰绰有些绿色 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地下室的客厅 沿着这走过去呢 就是室外了 这个室外和别的那种地下的 有什么不同呢 你看它上面是这种透明玻璃的 但是它没有把它完全封死 它让自己有一个呼吸自然空气的机会 同时你给这些竹子 营造了一个能够自由呼吸的一片天地 你看竹子是直接面向大自然的 而人呢 虽然是在地下室 但是透过这些植物 感觉到的像是和大自然 联系在一起了 再来看看地下室 用铁丝打造的楼梯 同样环保独特 使空间更加通透 它的做法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两头打上某地 然后再拉上钢丝就行了 既简洁 同时我想它的造价一定也不高 无意间我们在地下室还发现了一张非常漂亮的石木古董床 的确现在地下室恒湿恒温的环境 非常适合它的保护 主人现在把这里当做一个客房区 一起来开开眼界吧 先给咱们一起看一下 这个床叫八股床 这是我在十几年以前在一个古董市场上找到的 这个床应该是有冬天和夏天的功能 我们看上去比较黑的这些板子都是活动的 包括上面 夏天把它取掉凉快 冬天的时候把它挡上 它就很暖和 分两部分 里面是睡觉的地方 外面这个空间呢 是这可以放一个洗脸盆架子 在这洗脸 或者这边还可以放几件衣服 哦 这个床就像一个屋子一样 一个玻璃顶 一个夏沉小花园 阳光和新鲜的空气被有效地传递到了地下室 利用光的热量和流通的空气 地下室大大减少了风调和电灯的使用频率 节约了能源 还放飞了心情 环保 有时候就需要你的这点心机 我觉得这种空间规划的格局 首先显示了它心灵的自由状态 所以呢 它在间接光源上的利用上面 做得非常好 野住阳光这虽然是非常好的 但是对这种玻璃 大面的什么玻璃呢 还是有要求的 选择非常好的这种材料 否则的话可能冬天就会冷服上很强 夏天呢 也会由于曝晒而显得时内很热 榜样起视 黑暗 阴冷 霉变 荒废 并不是地下室的代名词 给点阳光 来点空气 环保 就在你身边 提到家居设计当中的量身定制 可能有些人会有担心 会不会让自己投入更多的精力 金钱 但是有一种量身定制 它不但能够很好的体现设计理念 同时也是非常经济和实惠的做法 那好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三个上榜空间 来看看这里的量身定制是怎么做的 三号作品 自制创意灯上榜理由 省钱环保的手工制作 设计师有伪壮 从事室内设计八年 擅长现代个性及欧式风格设计 如果不告诉你 这三盏漂亮的灯是定做的 很难想到这是设计师自己画图 自己设计出来的 而使用的材料也非常简单 客厅的吊灯 餐厅的灯 以及闭灯 加起来一共不到1200块钱 实际上灯呢 它是用绒布掏出来的这样的立体的感觉 并且是有三层 为什么呢 这样的话光线从里面掏出来 就会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 包括墙上 在整个作品当中 还有很多省钱的设计 比如这个看起来造型精致的沙发 也是设计师自己设计的 整个的这个沙发部分是为了配合我们的设计 底贴 然后呢那个工人的师傅在现场制作 整个制作的成本呢 整个加起来 连工具材料应该在 差不多在2000多块钱 另外在餐厅吧台下面的支柱 也是一项省钱设计 大家看看用的材料是不是很眼熟呢 熟悉吗 其实它是水管的接头 这样把它焊接在这里呢作为一个支撑 同时它又有圆的这种元素贯穿在这里 所以整个房间出入都有用圆来进行呼应的地方 有伪状的作品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房间各个空间都被圆和圆弧环绕和贯穿 而圆来的户型是一个很方正的格局 设计师根据房主夫妇的网恋情缘 将设计主题定为圆 寓意是希望两人珍惜缘分圆缘满满 设计当中 客厅顶面的圆形吊顶 把主题发挥到极致 三层不同高度的造型 让顶面变得立体有层次 层高也有被拉高的感觉 餐厅的墙面也被做成动感十足的波浪造型 表面带有珍珠光泽的马赛克 会随着一片阳光的变化 而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显得现代时尚 进入主卧更是一个圆的世界 大大小小的圆随处可见 天花板一黑一白的两个圆形吊顶 在星星点点的射灯映衬下 散发出浪漫的气息 在这样的卧室休息 怎能不让人留恋迷人的夜空呢 我觉得自己动手制作三盏绒布灯 而且价格还很低年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在提升产品的附加值的同时 还能节约成本 这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理念 我不一定能够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的 对吧 但是我觉得他作为一个设计师 他还是比较有一个整体感 榜样启示 在家庭装修时 可以自己动手做装饰品 比如说像布衣 木头等易于改造的物品 这样不仅可以省钱 而且独一无二 提到装修 我一直信奉一句话 那就是品位和花钱没有直接的关系 接下来我要给您介绍的这个上榜空间 在看过它之后 所有的人都会感叹 这个房子的主人实在是太有时尚品位了 但是如果告诉你 这个房子整个的装修费用 加起来也就是九千多块钱 你能相信吗 那好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第四个上榜空间 四号上榜作品 低碳小屋 上榜理由 低碳与品味兼得 环保从点滴做起 设计者老鱼 文化界人士 热爱装修 喜欢自己动手 实现家居创意 大家好 我是装修爱好者老鱼 欢迎来到我们家 故姐送个低碳小屋吧 装修爱好者老鱼 在自己的小房子里 展开了实验性的设计 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在这个小户型当中 老鱼主要运用了四种材料 废钢筋 废旧包装箱 废弃的自来水管 还有废铁皮 设计这个房间主题的时候 当时想着可不可以走出更极端 用最最廉价的材料 去装修这样的房子 什么东西最廉价 理论上不花钱都是最廉价 什么东西不花钱 到街上捡的东西不花钱 到废铁收购站 或者别人废弃的东西去捡来 是不花钱的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废钢筋 我们用废钢筋砸直了之后 做了那种CD架 然后搁上风盘 这个地方插上CD 效果感觉还是不错 不过总是让爱的显得规整一些 那么怎么样做得更自由一些 用这种废钢筋的圆构 来去做一个 那边我们又做了一个比较随意的废钢筋 做了CD架 是这个样子的 几元前一公斤的废钢筋 被派上了大用场 有的做成桌腿 有的做成CD架 还有的做成了养花池 其实钢筋的很多用途 在这个阳台上用的还比较充分的 首先看到的花池 我本人会比较喜欢绿色植物 所以用钢筋跟塑水泥 做了这样一个花池 使这个阳台的空间 不显得那么冷硬 不显得欣欣向同 同样在这面墙上 同样拿了这个钢筋 做了几个花池 这样绿色植物垂下来 整个这面墙的这边墙 是非常绿色的 胜利二 然后在阳台上 我们大多的时候是看书 看宝盒什么也不做 只是休息 那这会儿的感觉 会特别好 特别阳光照的时候 第二个想到的 剪的材料 就是废包装箱 就是我们经常在街角 街边去看到 大样的废包装箱 被人家扔掉 我们来算一笔账 废包装箱的收购价是 一毛六亿斤 老鱼买来几十个包装箱 把它们用不同的方式排列组合 做成了鞋柜 电视柜 杂物柜 书柜 这个房子是2009年装修完的 为了增加情绪 老鱼还把09年的流行雨 喷在柜子上作为装修纪念 通常在这个位置 我们会放沙发 而我本人比较快饮茶 所以把两者功能结合起来 我们就做了一个碳 姑且叫做碳 可能有点不伦不类 那么通常我会做个那种喝茶 也会靠着这边 向那边去看电视 当然你可能更关心的是 这个碳是怎么做 捡了一根木料 万万区区的 不整 没有人要 我们做了一点雕花 同时在试板上 用了最便宜的欧松板 然后打了你的之后 效果就出来了 里面的结果 全都是废包装箱 你会发现 这里我收藏的各种茶叶 全部在这里储藏 整个里头全都是 第三个我们发现 可以捡到的材料 是自来水管 因为很多房子 拆迁了之后 一切的盘 废自来水管 在设计个房的时候 我们减上了一大批 这样的四分管 和这种的六分管 然后把它们 重新设计了一张床 那实际你看到 这两张床 就是一个完全 独立设计的 一个用废自来水管 来做成一张床 一个架子床 非常结实 因为从上到下 全部焊接死了 废弃自来水管 做成的架子床 配上富美架林的白沙 营造出朦胧高雅的 军事效果 和架子床一样 这个衣柜 我们也是用 废自来水管 来做的 这是护墙板 看到的是 蛮有激励感的 实际上讲来呢 大家不觉得蛮有趣 它是废酒包装板 来做的 只是我们刷的中心 那么显得激励效果 和这个房间的 整个空间分配 非常配合 第四个呢 我们可以捡来的是 废的皮 到处看到的废的皮 我们把废的皮 放在厨房里 做了墙面的护板 把废的钢板 裁成一块一块 贴在墙上 主要还是比较好搭理 我们看到地面 也是这样的 非常满 搭理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顶部呢 烟线外面 主要是用的一些 废旧的包装板 不要再去做处理了 因为厨房 我们知道 中式厨房通常会 时间久了 会有一层油烟 那么对整个房间的 激励效果表现 会非常的出色 当然这里会有 另外一个考虑 大量的金属 和碱金的木板 会让你有一种 动刀的感觉 剁菜 切肉 除了这四样材料 装修房屋 还有两大项目 墙面和地面 老鱼用白水泥加沙子 混成沙子灰 直接做墙面 省掉逆子和乳胶漆的费用 地面 则直接用塑水泥 自流瓶的做法 卫生间也是 直接用塑水泥 做墙面 用废包装箱的板子 做吊顶 其实看完老鱼的这个作品 我觉得还蛮感动的 我觉得它是真正在用 陈设艺术设计的手法 来做室内设计 更重要的是一种空间的精神视觉 人文传承 以及环保的态度 用廉价的材料 做出一个不廉价的空间 它用这些去价值感的材料 能让它这个空间变得更加纯粹 意义凸显得更加有力度 我觉得这个家就像它的家 这我觉得是很重要 再说吧 它也 它就是费了一点心 但是好像从成本来讲 没花太多的钱 我觉得它也是很实在的 很好 榜样启示 废酒包装箱 通过不同方式排列组合 可以变身多种收纳柜 打开思路 废钢筋 可以做桌腿 CD架 和养花池 废自来水管 变身架子床 废铁皮 能够强板 还能做地板 把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引入设计当中 已经成为当下很多设计师的责任了 有没有想过让自己家 也长辨长新 可持续发展呢 现在很多有余实验的设计师呢 就在自己的家里做了大胆的尝试 让我们一起走进两位设计师的家 一起来看今天的第五个上榜空间 五号上榜作品 百变思想家 上榜理由 空间魔方 变化多样 设计师 汪征 楚向峰 青年建筑师 便于清华大学 从事建筑设计 十一年 擅长将现有空间 格局打破 变化不同空间形式 作为设计师 常常会将工作与生活联系在一起 很难分开 家的设计 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里就是建筑师汪征 楚向峰的家 给有限的空间赋予无限的可能 让空间不再凝固 这就是他们给家的定义 我们俩的生活 其实比较追求变化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空间中 我们也尝试了很多变化的可能性 这里原本是一套中规中矩的 两室两厅的房子 汪征拆除了所有束缚空间的墙体 打破了它的固定性 我们把一些不承重的墙都拆掉了 所以就变成一间大屋 我们又在中间家里有墙 那这个墙呢 它是可以灵活推拉的 所以有了这种墙之后 我们想把哪个空间分割开的时候 就可以灵活地分割 想把哪个空间合起来的时候 就把墙推开 综合分布的移动隔断 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 可以随着主人的心情与需求 去满足它百变的梦想 在汪征的家里 变是一个贯穿的主题 融入到它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旧滚筒洗衣机内胆改造成的收纳箱 同时还兼具照明的功能 可以想象 当夜幕降临 微弱的光亮 又为这个家屏添了几分柔柔 再看推拉门上的这扇小窗户 没错 它是用旧滚通洗衣机的门做成的 这个可爱的小心思立刻让整个空间变得情趣盎然 如果告诉你花500块钱就能给厨房添置两个时髦的橱柜 你相信吗 看看汪征和楚向峰是怎么做到的吧 这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一些老式的冰箱 安装上这个轮子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轮子打开之后 可以把这个冰箱整体的移出来来清扫下面也是非常方便的 这个旧的冰箱当时就是它把电机去掉以后也就卖250块钱左右 废旧冰箱循环再利用 还原它最本质的储物功能 这难道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最好实践吗 他们创造了自己的这个小家 我觉得非常有趣 这个诗呢 大家说是会注意对空间的这种塑造 普通人的这种习惯的思维是对这种废弃的东西 感觉到一种无价值感 突然创造出一种很新鲜的 很意外的这样的一些功能和形式的时候 你自然会有一种惊喜 榜样启示 拆掉清体墙 改变居住格局的做法 是当下非常流行的加装设置方法 不妨试一试 利用移动滑轨或软隔断来分隔空间 这样一来就可以根据需求的不同 而变化出多种多样的空间形式 让我们的居住空间也可以持续发展 生活需要想象 空间需要榜样 五份上榜作品给我们带来五种不一样的视觉享受 空间榜样 下期更精彩 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空间里的榜样 榜样里的空间 条案坐楼梯 砖头 砌书架 两种风格将混搭进行到底 有机玻璃 不锈钢 和现代工业元素 演绎明代老式 观帽椅 帽子上墙 一影坐灯 天马行空的想象 打造不同反响的家 定制家具新概念 拼装组合自己的理想空间 小桥流水 带你寻找闹市中的市外桃源 突然就看到这么一个损念 挺特别的 这个空间体现了一种比较显密的气质 五个上榜作品 五个不一样的 空间榜样 通满了 记录队 空间榜样 特别的给力 空间榜样 有意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